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The Athletic记者周文布哈在他的最新文章中,完整剖析了快船更衣室内的种种问题。 提到了两位超级明星所受到的优待,这其中,对于莱昂纳德所受到的优待,大家还能接受。 毕竟他是两届FMVP,但乔治就不一样了。 乔治虽然一直是全明星和年度最佳阵容候选,但在他的队友中,却没有莱昂纳德那样的威望。 据多位联盟消息人士证实,在某些队友中,针对乔治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,你在季后赛中取得了什么成就。 如果莱昂纳德和乔治的队友们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一些的话。 这种情绪,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安抚。 但几位更衣式的成员认为,伤病本应给莱昂纳德和乔治足够的时间和队友,建立更好的关系。 但这从未发生过。 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莱昂纳德经常和快船队助理教练,好友杰瑞米、卡斯尔伯里出去玩。 他们从高中时就认识。 而乔治选择了雷吉杰克逊,他在联盟中,最好的朋友之一。 以及前雷霆队友,帕特里克·帕特森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 1员。 Wortasobر 三尺飞回想罭以着保持请网犯件弄队。